阿弥陀佛 什么叫恩膏呢 今天我不讲恩膏 但是跟恩膏有极大的关系 恩膏是圣灵来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他接着我们对他的信心宣告出来 他就做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要他来做 不是我们来做 阿们 圣经里面在约翰十四章十六节 有这么一句话说 我要去求护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费师 大家讲 大家放开来看好了 保费师 我要求护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费师 这个保费师呢 大家都可能学过了 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Paraquit 就是这个希腊文Paraquit 但中文叫保费师 在小字里面说是信慰师 教训 教导 安慰 事实上呢 他是在我们旁边来帮助我们的 随时我们有需要 他都会来帮助我们的 阿们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得着永生 但神还要我们在地上 为他来活出他自己要做的工 我们自己不能做 需要他帮助 没有他帮助的话 我们会软弱 会觉得无助 所以保费师来呢 他就是要来帮助我们 胜过种种的环境 胜过种种的软弱 我们常常处在一个无助的当中 害怕啊 这个不够能力啊 不知道怎么应付啊 事情来到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啊 但你要是知道能够来 仰望这位在我里面的保费师 他就随时来帮助我们 阿们 因为圣经里面提到 主耶稣在的时候 跟门徒们 随时他们有难处 主都在帮助他们 没有东西吃 要他们想办法 他们想不出办法来 碰到这个风浪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办法来应付 害怕 耶稣在 他就叫风停浪静 今天你我 要绝对的相信 神与我们同在 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看下面 十七节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就是真理的圣灵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大家想这句话 他在我里面 他与我同在 he dwell with you and shall be with you in you with you 跟in you 是 这个界隙是不一样的 with you呢 他是与你同行同在 in you呢 他是在你里面 所以主耶稣 他接着他的灵 来与我们同在 主要就是要帮助我们 在反事上 能够依靠他 胜过一种种的软弱 害怕 无助 阿们 你看像这里二十节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耶稣应许的 他在父里面 我们在他里面 他也在我们里面 这个 若不是我们经历了 圣灵亲自来恩高 我们没办法去体验到 他的确 的确确与我们同在 圣灵的恩高 第一步要先 不但是赞成 是要去绝对的相信 信就得走 信是得走的就必怎么样 得走 大家讲 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里面 的应许说 信里面祷告 祈求 若信是得走 就必得走 这句话非常重要 信是得走了 就必得走 你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有没有得走 有得走了 就得走了 阿们 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 哈利路亚 所以相信神已经在我们身上 动了功 他的应许 接着 你我的相信 都可以成就 都可以得走 那么这个 保罗呢 他在他的书信里面 格林多特别对教会 他的每一次的祝福都是 愿神的恩惠 基督的神的 基督的慈爱 还是圣灵的什么 我们看下面那个 格林多后书 第十三章 最后一卷书 十三章 十四节 最后一节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圣灵的感动 事实上原来的文字 以希拉文来讲是 Koinonia 大家讲这句话 这句话很重要 Koinonia 英文是Communion Communion是什么呢 大家回答呀 交通 Communion Communicate 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一段 非常重要 圣灵的交通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帮助 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同在 这个 他原来翻成了 Communion 但是在这个 Koinonia的 这个字呢 在其他的地方 也翻成 Partnership Partner 什么叫Partner 伙伴 是伙伴 我们要生活 彰显神的同在 神的作为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都需要 这位伙伴来帮助我们 没有这位伙伴 我们自己 绝对做不成的 因此呢 我们时常要信靠 仰奈 就会与我们同在的 神的灵 神就是什么 就是灵啊 有了神的灵 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 阿们 所以就 Coinonia 有几个意思 我列出来 请你们可以写 第一个 Presence 是什么 同在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对不对 四篇十六篇 十一节 In his presence is full of joy 在他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第二 Fellowship Fellowship 是什么 团契 如露 切木 吸水 好像 旷野当中 我们在寻找水 一样的那种心情 那种迫切药的心 神就让我们寻找到 所以说是 寻找的就必寻见 扣门的就必开门 祈求的呢 就必得着 这是在马太七章七节 第三 Sharing together 这位 Coinoria的圣灵 他来与我们同在 他就要把他的意思 把他的旨意 分享给我们 我们也把我们的难处 分享给他 这叫做 Sharing together 第四 Participation 是什么 参与 他是成为我们的伙伴 所以partner Participation 跟我们参与 服事 我们有难处 我们有 重担 我们有 烦恼 忧伤 都可以 交给他 分享给他 他为我们 分担 我们的难处 不但是 分担 我们的难处 他更是 帮助我们 胜过那个难处 阿们 所以圣经里面 罗马书 八章六节 二十六节 说 我们有软弱 但是圣灵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 怎么样 祈求 他来帮助我们 我们有软弱 圣灵来帮助我们 这就是约翰十四章十六节 的应许 保罗亲自 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能力 保罗上节 最后他 在写古林多前书 第一章末了那句话说 基督 是我们的夸口 为什么呢 因为 基督是神的能力 也是神的教会 那基督呢 也成为我们的救赎 圣洁和能力 阿们 那今天我们的主 他已经在天上 他在护神的右边 他如何来帮助我们呢 就是他的自己的灵 圣灵来帮助我们 随时随处 他都在帮助我们 第五个 intimacy 除非 你与圣灵 有这个亲密的关系 intimacy 是亲密 除非你我跟圣灵 有亲密的关系 不然的话 我们很难得 能够去经历 父的爱 耶稣基督的爱 你有圣灵 有亲密的关系 你才能够 认识 神的爱 是何等的大 因为圣灵 把父的爱 交换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 有这种感觉 说我缺少爱 你有了父的爱 就真的满足 阿们 父的爱 怎么临到你我呢 不但接着圣灵的 教导启示 他更是把 很具体的爱 接着他自己 交换下来 父的爱就 临在我们当中 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了父的爱 我们就不会害怕 第六 Friendship Friendship 是什么 友谊 圣灵很渴望 跟我们建立起一种 更亲密的友谊 这是我们的神 他跟其他宗教的神 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宗教的神 你一个拜偶像的神 你的信徒 你到 庙里面去 你会跟他建立起 偶像的爱的关系吗 很难想象说 一个人到了那个 偶像的面前说 我爱你 但是我们神的儿女 我们随时都可以开口说 我爱你 Amen 因为神就是爱 神的爱 他不是保留为自己而有 神的爱 他要有找出路 他要爱 要找个对象 那这个爱 找的对象 就是信靠他的人 仰慕他的人 想要依靠他的人 仰望他的人 他乐意就把他的爱 浇灌下来 这个友谊的爱 建立到一个地步 就成为更亲密的 这亲密 intimacy 这个字很特别 在雅各书里面 在诗篇里面提到的 还有那天我读到 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说 新郎如何 爱慕他的心腹 我也同样爱慕你们 我们的神 爱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像新郎要爱他的心腹一样 奇妙不奇妙 这个爱啊 是让我们可以去享受的 随时都可以去享受的 那你有没有浸泡在 神的父的爱的里面呢 就看到我们 有没有领受到 圣灵带给我们全辈的祝福 圣灵 他带给我们全辈的祝福 是父的心意啊 Amen 父要每一位信他的儿女 都要得走这样全辈的祝福 若是没有的话 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 很难成就 神乐意把他的 全辈的祝福 接着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同在 临到我们身上 不但是临到我们身上 也把这样的爱 可以满意出去 使我们服事的人也得着这样的同样的祝福 所以在聚会当中 你先领受了这种爱的祝福 这种恩高的祝福 这种同在的祝福 才能够像父碑满意一样满意出来 所以大卫有这种经验 他说 他用高 高抹了我的头 使我的父碑满意出来 先有了神的高 然后父碑才满意 所以在聚会当中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大的聚会 无论小的聚会 甚至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 你要仰望圣灵说 圣灵要把这恩高临到这两个人身上 要是他有预备 想要的话 马上都可以临到 阿们 我前不久在 青岛 一个聚会 三支会的聚会 一千人的聚会 聚完会以后 因为他们还没有这种经验 圣灵 我说翻领圣灵你降下你的同在 在每个人身上 恩高每位 那个彰显很厉害的 后来第二天 那个牧师就告诉我说 不要那么厉害 彰显好不好 他说不要那么厉害的彰显 我说我就讲了一句话 圣灵就做了功了 我今天晚上 我不要请他们出来 让他们就坐在那里好了 同样圣灵也做功 所以圣灵彰显在一个人身上 对我们大家都有一处的 这是圣经的话 有没有这句话 大家看一看 圣灵彰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一处 所以我英文圣经念一次看看 你看圣灵彰显在 彰显出来在人的身上 是使每一个同时都得一处 对不对 所以圣灵的彰显是有一处的 什么一处呢 圣灵一彰显出来 神的旨意就会通行 什么一处呢 圣灵一彰显出来 有些受捆绑的就要得释放 有些伤心的就会得安慰 有些迷失的就会被找回来 有些痛苦难过的就得帮助 软弱的就得力量 有病的就得医治 有罪的就在那里当场会悔改 在我带领的聚会里面 几乎每一场聚会 很少说没有的 我还到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服侍在恩高的服侍里面 还没有看过一场说 没有圣灵工作 还没有 他是那么真实 前不久 还不到一个月以前 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 我在台北一家长老教会带领 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教导 也没有这方面的科目 我讲完道 也讲到圣灵的同在的这个问题 这个题目 讲完道以后 我说 等一下圣灵 他的能力降下的时候 碰触到美味 不要害怕 你们不要害怕 不要紧张 你们要 只要要 就得走 平常 我开始祷告 大概不用三五分钟 圣灵就开始动工 那一天 差不多等了十分钟 十分钟已经过场了 等了十分钟 圣灵才告诉我 说你 把那些有科目的人点出来 我就是 照着圣灵的带领 点出来 一个一个 一个出来 十个人出来 都来到我面前 不到我面前 就都被圣灵的能力 降在身上 这对他们来讲 是 少有的 也没见过 但圣灵总是 会兑现 他的应许 耶稣的应许 他与我们同在 他是我们的能力 他是我们的帮助 阿们 所以若是我们 要服侍 出去做主的功 还没有得着这个圣灵 全辈的祝福的话 我们要 切切地求得着这个祝福 阿们 刚刚讲到第几了 第六 第七 第六 这个友谊 圣灵 圣灵科目 与我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友谊的关系 正如耶稣基督 他对门徒们讲 在十五章 约翰十五节 他说 我从今不再叫 称里面为我的仆人 哪要称里面为我的什么 朋友 大家讲 他就是 他说 朋友 不知道 主人 所做的 所以 我们要 跟主建立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主要做什么 他就要跟我们分享 我们有难处 有没有苦难 他帮我们承担 就是这位圣灵 我们觉得 没路 他就要成为我们的路 我们觉得 不知道怎么做 他就成为我们的教导 第七 com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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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ander 什么叫commander 病令 commander 这是 总司令 指挥 总指挥 总指挥 comander 总指挥 他 he is in charge 他在管理 他在带领 他负责 他负责一切 他在负责 所以刚刚讲到 这个同伴 partner 很奇妙的 保罗用这个字 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的时候 就用 commander 或者用 partnership 或者用 friendship 或者用 fellowship sharing together sharing together participation intimacy 主要他用那个字 可以 那个意思含义有这么多 quianonia quianonia 对不对 quianonia 大家讲 这个不是 只是知道这个意思 更是要真正的 要进入那个真理的里面 而你如果 进入这个真理 只有靠谁来带领 圣经里面不是说 要带领我们 明白真理吗 但那个小字说是 进入 对不对 进入真理 那真理是什么呢 耶稣是真理 主耶稣是真理 你如果进入主里面 他就随时随处 把你醒过来 清晨醒过来 都觉得他宝贵 没有一个时刻你觉得 他不在你的旁边 多好啊 保罗呢 他在 往欧洲这边 马其顿 对不对 第一站叫什么 菲律比 对不对 然后到 铁萨诺尼加 格林多 很多的教会在那里建立 没有一个教会 在财务方面 在经济方面帮助他 只有菲律比教会 那菲律比教会 所以他写菲律比书信的时候 是他被关在监牢里面 他写菲律比书信 就在感激他们 对他的供应 对他的帮助 几次也派同工送钱来给他 所以他就在 菲律比书第四章十四节 那里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翻开来看 请读一下 十四节 然而 你们和我同受犯难 原是美是 英文读一次给我们看 四章十四节 谁都可以读 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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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ing跟Communicate差不多了 但是他这个是讲到Communicate Communicate with my affliction 是不是这样讲 Communicate with my affection Affliction是什么 我在痛苦 我在受苦当中 你跟我一同分享 你跟我有交通 事实上就是来帮助的意思 所以圣灵来 他就是来帮助我们的 也来跟我们交通的 Amen 圣灵来 是来跟我们同工 跟我们交通 也来帮助我们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 同样一个字 Coinonia 在 耶稣 他 在船上 叫彼得说 你把船 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大家 看看这个章节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七节 说下网打鱼 彼得怎么讲 练出来 后来呢 一直读下去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余 往险些裂开 殿忽召那只团上的同伴来帮助 呼召船上的同伴 这个英文读给我们听 现在我要注意大家注意的就是说 帮 their partners partner是什么呢 同伴 伙伴 你要 做生意 你不够钱财 好像资本不够 你要人来跟你合伙 这个合伙的意思 partner 所以这里讲到的partner 是英文 但是事实上是 是同工 是伙伴 是帮助者 刚刚我们也看了几处圣经 是帮助者 是伙伴 是同工 是朋友 所以彼得 请同伴来 过来帮助 圣灵 与我们交通 就是这个意思 好像彼得 他在 那个时候 圈了一 大王的鱼 捞不上来 赶快叫同伴过来 来帮助 那个 koinonia 也就是帮助的意思 也是交通的意思 哈利路亚 所以 我们看到这种情形 知道 保罗传呼音 他是有学问的人 有口才的人 有胆量的人 但是他不靠这个 他不靠这个 他传呼音 在 他的 格里斯托 前书第二章 他那里讲 他说 我说话 讲道 不是靠着我 微婉的 什么 言语 乃是靠什么 圣灵 大能的 什么 manifestation 他用这个字来 圣灵那个大能力的一个名证 一个彰显 彰显圣灵 接着他的讲道 彰显出来 哈利路亚 真奇妙 保罗你看在 哥林多前书 在罗马书十二章 在很多地方都提到 他说 我在你们中间 我什么都不敢讲 都不讲 但是只 只讲 我 夸那个 圣灵在我的身上 所行使出来的 接着我 接着我行使出来的 神迹 奇事 我们看这个圣经章节 罗马书 罗马书十五章 除八节 十八节 来我们同声来念 除了基督 接我做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 接着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圣福 你看他 用神迹 用奇事 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 顺服 这叫做 福音 因为 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这是谁讲的话 在哪里 所以他可见的福音要传开 一定要有个能力 这能力 接着圣灵把神的道 把神的话语 可以活用出来 可以具体的彰显出来 阿们 这个能力 临到保罗的身上 甚至他的围裙 都可以 人家拿去放在病人身上 就得着医治 阿们 这个能力 能够让他承受各种的难处 我还要跟你们 提醒一下 能力不能免去一些患难 能力不能免去受苦 但是能力能够让你在这个患难 跟受苦的难处当中 能够得以胜过 阿们 什么得以胜过呢 一直靠着祷告 靠着祷告胜过 彼得有没有能力啊 彼得传福音 一天三千人 五千人 很多人归信耶稣 彼得走过的地方 很多人 病人都得医治 连影子过去都指望要得医治 但是彼得 有没有能力 有这个能力 防备人家把他抓去啊 他还是被抓去啊 下在监牢里面 但什么能力把他释放出来呢 一些在家里面 在那里关着门 在那里祷告的信徒们 阿们 所以要得着这个能力 要依赖这个能力 要借着能力来胜过难处 还是要靠着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保罗 保罗靠圣灵 保罗靠圣灵 写书信的 今天要是没有圣灵 没有神的道 今天没有圣灵 没有主耶稣 圣灵 使耶稣感应 生出来 道成若生 圣灵 使耶稣基督 成长的过程 一直陪着他 但是他出来 要忽视的时候 圣灵 降在他的身上 所以你看 住在里面的 还要降在外面的 有一点讲究 圣灵在我们里面 是为造就我们 为帮助我们 过得圣的生活 把我们塑造成像基督的样式 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圣灵从上头 降在我们身上 是为了传福音的 为了见证耶稣的 为了见证他的道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基督 他尚且需要圣灵 这样的降在他的身上 我们 忘恩的罪人 更是需要 得走这种 全被的祝福 耶稣基督 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十喜耶和圆灵的 看着他走过来 Behold 大声地讲 The name of God take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说那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内 他们走到以前 很多的人都在 耶稣那里 受洗 他告诉他们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 施洗的 但是那一位要来的 他是要圣灵与火 为你们施洗 哈利路亚 他说我给他 第一切带都不配 他要圣灵与火 为我们施洗 今天我们能得着这种 库伊诺尼亚的祝福 圣灵的 降在我们身上 我们信了吗 我们信了吗 信了就是得 重生得救了吗 对不对 但是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还要为那位为我死而复活的 耶稣来什么 来活 这是记载在哪里 哥林多后书五章 不但是为自己活 也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来活 那你要为他来活 必定要圣灵全辈的祝福 临到我们身上 若是我还没有得着 我一定要得到 切切的求 一直等到得着这个上头的祝福 不要放弃 必定会得着 我去过很多的教会 大教会小教会 台湾中国到处去 那些教会 我走了以后 有恩高存留在那里 有恩高在那里传道人身上的 就是他们有科目的 没有科目的 下一次再去 好像情况差不多 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那有科目的 那个恩高在他们当中 运转运行 那能力增加在他们当中 传道人 信徒 都有能力 见证主的道 为病人祷告 赶鬼 我讲到赶鬼 这次跟你们分享 这次我们跟家琪弟兄 在四川 绵梁是吧 绵梁还要进去 还要进去 因为公安告诉他们说 不可以在这里聚会 这么大的聚会 所以就开车开往乡下 很乡下 那路也不好走 灰尘很多 那么两天聚会完了 三天 第三天 有两个被鬼扶得很厉害 两个鬼 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被鬼扶得很厉害 这两个女人都没有信主 也很久了 不是刚刚发生的 好多年了 那么 我是第三天到 我看大家都在那里赶 赶赶 奇妙的事情就是 鬼不怕你大声 他们赶到 火龙都大声地叫 但有一句话 就竟然感动了 我在讲的时候 感动了一个姊妹 这个姊妹就把这个鬼 把这个被鬼扶的夫人 带到房间里面去 用什么感觉呢 用爱 耶稣爱你 在我里面的耶稣爱你 就见吗 想到她的眼泪一直流 流了完了以后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这个人你抓不住他 好几个男人 抓他 他要咬人 所以你看神的灵在那里 恩膏在那里运行的时候 这恩膏不是在我的身上 现在恩膏也就在这个整个的地方 阿们 你看不见的 但他在这里 他知道 他接着他的道 他的话 他的真理 来成就 在当中 所谓得帮助的人 所以这恩膏是爱的恩膏 阿们 我赶快把这个讲下去 跟你们分享一下 耶稣 你们可以记下来 耶稣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 主的圣灵感应 三章十六节 主是能力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从天上降下能力来 就在他受洗的时候 马太福音四章第一节 圣灵的引导 主耶稣靠圣灵引导 使徒新传十章三十八节 也是 就是圣灵的能力 恩膏他 使他传福音 周有四方传福音 第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 耶稣靠圣灵的能力赶鬼 我如果靠圣灵的能力赶鬼 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有没有这句话 所以我们出去穿福音了 我们应该是 我到这里来 神的国跟我在一起 有神的国将在那里 必定神的黑暗的权势 不能在那里有任何的作为 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说 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若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必死的身体 也要怎么样 活过来 阿们 有很多人在病危当中 一直思想这句话 一直念这句话 就得一致 西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说 十二列灵使他把自己献给神 所以他上十字架也靠圣灵 然后呢 使他能坐在父神的右边 也是靠圣灵 是在以赴所书第一章二十节 所以可见得我们的主 他从出生到成若生 靠圣灵 一直得能力靠圣灵 传福音赶鬼都靠圣灵 上十字架 复活 升天 都靠圣灵 何况你我蒙恩的罪人 更是需要圣灵 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要见证他的道 要见证他的救恩 更是需要靠圣灵 有了圣灵的同在 随时随处都有任何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不要满足以说 我现在有了 一直得着这种从上头来的应许 成就在你我的身上 而且真正的 有了圣灵 同在 同行 同生活 同工作 这种Kononia的祝福 在我们的祝奉里面 不要放弃 一直要得着 一直要得着 没有的话 你就是要花时间 在主人面前 随时随处 你进入车子里面 进入房间里面 可以举起手来 圣灵 我需要你 你就是三五分钟也可以 不要长 不必要长 因为大家时间都有限 半夜起来 也可以跟他讲几句话 打个交道 不是长篇的祷告 神才吹听 阿们 有一位 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一个 很有恩高的弟兄 Schmidt 是Vivor Swart 听过这个人吗 没有的话 请院长下一次介绍这个人给他们 几乎他的书我都看过 他有讲过一句话 我很感动 他说 我很少祷告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以上 但是我在半个小时里面没有不祷告的 听懂吗 这个给我很大的启示 我也差不多这样 几乎很少说一个小时之内没有祷告的 但是很少说我祷告一半个小时的 阿们 所以随时随处都可以跟这位听祷告的主 有Kainonia 阿们 Kainonia 交通 友谊 分享 还有呢 帮助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